除了產生沉澱 我知道有化學變化之外 原來是氣、固體或者是液體 然後倒在一起產生泡泡有氣體生成 我也可以確定有 新物質生成就是有化學變化 比如說 活性大的金屬加氏酸 會產生氫氣 金屬、固體、酸、液體 然後產生泡泡、氣體 我就知道 所以呢叫做氫加上 鹽酸產生氫化氫跟氫氣 這個活性的秩序表 所謂的活性比 比 大的金屬就是活性比氫大 這上面活性比氫大就叫做活性大的金屬 然後加上氫酸就會產生氫氣 很氫氣 秩序記一下OK 然後再來就是 鹼金屬跟水作用也是交貨的 它會產生氫氣 金屬加水 然後有化泡、氣體 OK有化學變化 還有電解水 我們後面的電 電解硫酸銷售我們沒有這樣交 可是我們跟你講過電解水的時候 裡面可以加氫氧化鈉 還可以加什麼 也可以加硫酸 也可以加硝酸 結果是 一樣的 又一樣 就是會了 正極產生氧 故極產生氫 電解水作用沒有交 所以呢 原來是水液態 變成有泡泡 所以有氣體生成 直到有化學變化 另外產生氧氣 因為叫做雙氧水分解 雙氧水分解 液體的雙氧水 然後加上二氧化鋒當催化劑 產生了氣體的氧 OK 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 這個是個重要的擺力 你要進駐 雙氧水分解 會產生水跟氧 然後氧化孔 也是烤過的 烤過的 不得到有交烤過的 氧化孔 照光 產生 孔跟氧 OK 然後還有產生 這個叫電解水 剛剛跟你講過的 正極產物 正極產物 是所謂的氧氣 不極產物是氫氣 這剛才寫過了 好 還有 碳放電解 流氧孔 記得嗎 有一個銅磅電解流氧孔 一個碳磅電解流氧孔 碳磅電解流氧孔正極是誰 正極產物是氧 所以 另外一方面 他們會做整理 你要知道哪些反應會有氫氣 哪些反應會有氧氣 還有二氧化碳之類的東西 OK 就是反應 這以前寫過 背好 我們講過 半反應是要知道對不對 正極半反應跟 負極半反應要記好 好 然後呢 二氧化碳 就是一個重點 酸的通勁的重點 碳酸鹽加氫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碳磅加氫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有一個重要的 碳酸鈣加氫酸 就是我們 課本上做二氧化碳的方法 然後就是這個 重點 碳酸鈣跟氫酸 尤其是碳酸氫鈉受熱分解 因為它是跟它碳酸鈉的不同點在這裡 碳酸氫鈉受熱會分解 碳酸鈉受熱不會分解 就是重點 這兩個受熱會有二氧化碳 方程式寫給你看 方程式寫給你看 OK 第一次我跟妳講過是重要的方程式 碳酸鈣受熱分解方程式 OK 這是產生二氧化碳的反應 還有 咖啡酸發酵變酒精的那個 也會有二氧化碳 也會有二氧化碳 就是會產生二氧化碳的反應 有機物燃燒 也有機物還有碳 碳燒就是二氧化碳 那就是二氧化碳 有機物燃燒 產生二氧化碳 還有呢 氧化碳供熱 這以前檢驗說 他有沒有碳有沒有 氫有沒有 產生水最正義有 氫 產生二氧化碳最正義有 碳 所以說有機物跟 氧化碳供熱 以前跟你講過的實驗 來測試那個飼料裡面有沒有 氫有沒有碳 的反應 OK 這都是會產生二氧化碳的反應 再來就是 二氧化碳 流氧燒 很喜歡烤 什麼火焰的顏色 產生二氧化碳 這款液有味道 日激性的臭味 臭雞蛋的味道 然後容易水會變成 雅硫酸 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講過的 瀏帶 硫酸 我們啊 上一次 史萊國中的狀況 就跑這個 還要的就是那個瀏 二氧化瀏 還要的就是二氧化瀏 會產生二氧化瀏跑出來 二氧化瀏 會產生二氧化瀏的氣體 這些都是 會產生二氧化瀏的氣體 請你比較重要就是你要記住 哪些反應會產生氫氣 哪些反應會產生氧氣 哪些反應會產生二氧化碳 本來都沒有氣體 泡在一起就變成有氣體 所以我知道有新物質生成 我知道會有化學反應發生